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來 同學們先看看 這個標誌你們應該很熟悉吧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來 知名同學請舉手 戴琴 飯盒 對 他叫NO什麼Nuclear Power Plants 那非核家園 那這是我們在國內外的很多的環保運動 或者是說反核運動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標誌 NONOX 那我們來看看說何時 他在國際國內的面向 那有什麼樣子的關聯 那給同學們做個了解 那他的國內外的政經社的關係 你說真的嗎 來看看說好 第一個我寫了States 那這個跟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那這是你可以看到的 我們寫的台美關係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那台灣跟美國本來就是關係非常密切 對不對 一直到現在你知道 尤其像我們的經濟 那我們的外銷 幾乎什麼 尤其在前一、二十年 台灣百分之九十九的東西是外銷到美國 然後美國只要打個噴嚏 台灣就怎麼樣 重感冒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上 那談到何時 來看看說這樣子的一個台美關係 在政治面上 好 那他到底是什麼呢 那從早期你知道台電最先都是貨利發電 那貨利發電你就知道需要什麼 煤 對不對 那同學們知道台電的煤從哪裡買來 台灣也有生產一點 因為幾乎美了 台灣的煤礦 那同學們猜猜看 目前從哪裡來 一半以上 哇 誰說的 請舉手 對 沒錯 從澳洲 我們也曾經E-mail給台電 請問他這個問題 最主要從澳洲 可是20年前不是從澳洲 而從哪裡 就是這個國家 美國 我們開國際標 然後每次得標的都是美商 這些美國的煤商 然後我們買進來的煤 什麼樣子的煤 你知道在1980後期有一個非常嚴重的 所謂的台電的購煤案 那台電買進來的煤是什麼樣子的煤 用很高的價格 可是品質好不好 不好 鬆滑滑的 你知道煤一定要怎樣 它要很紮實才能燒得起火 同學可能沒有這個經驗 我們小時候還是燒煤 你要洗熱水澡 要燒煤炭的 那你那種鬆滑滑的煤 你就是火燒不起來 要不然就是火很弱 那台灣為什麼買到這樣子的煤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是什麼 中美關係 我們的購煤案 尤其在我們退出聯合國 中美所謂的中就是台灣的意思 那斷交之後呢 那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政治關係是透過企業 那而來做這樣子的 成為我們的政治外交的延伸 好 那還有興建核電廠 那來問問同學 我們的核電廠哪裡來 當時要擴建核三 然後要興建核四 在1980後期 已經開始做這樣子的討論 然後當時我們在清大又開一個會 那當時那個會有幾個學者 他們有做台電的委託計畫 所以我就問當時有個教授 當然現在我不好說他是誰了 我就問說 我們要擴建核三 興建核四 政府的理由是說電力不夠 但是我很想知道 台灣真的電力不夠嗎 結果回答問題的時候 這位教授說 我只拿到一個問題 但是我不會回答 但是在座有張國榮教授 請他來幫我們回答 張國榮教授是在國內 很有名的 有關環保的學者 然後他就回答了 他說其實台灣的電不會不夠的 很充足 可是台電在配送電的過程裡面損失了多少 同學們猜猜看 三成 三成你說你生產出來的東西30%不見了 不良率 然後但是台電還是什麼 你知道在20年前台電還是什麼 是我們國家會生金彈的母機 那真的非常賺錢 因為他是壟斷 我們所有的電力 任何人你發電是違法的 絕對是要靠台電的 好 那目前雖然改善很多 目前差不多 我們也去E-mail問問台電 差不多5%左右 是在這個配送電過程 不見了 這還是滿高的 但是台電有很多的理由 他說我想換新的管線 或者因為颱風等等這些受損 那或者我想多設那個高壓電台 高壓電台 但是常常什麼 居民的反對 那反正很多理由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說台電新建核電廠 我們剛剛說現在要建核四 對不對 那同學們知道這些核電廠的設備 剛剛同學提到中美關係 對不對 台美關係 那這些從哪裡來 我們的設備從哪裡來 美國 然後美國的什麼企業 當然是企業生產的 的這些發電的設備 核電設備 來猜猜看誰知道 兩大公司 你還知道奇異公司 General Electronics 好 奇異電企 還有一家 誰說的 請舉手 真的 西屋 沒錯 好 那Western House 好 那這兩家 而且你知道這兩家企業呢 他不只跟台灣來推銷 跟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來推銷 他們的核電設備 好 那但是在台灣呢 你知道核電常常被認為說 台電也會說這是一個什麼 我可以來透過核能發電產生大量的電 然後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 然後對台灣的產業發展 而且你知道我們的產業 他們的電是什麼 政府補貼的 他是用很低的電價來給我們的產業 所以這也造成台灣的產業 你知道嗎 他們也不見得 好 那會來做很多節能設備 這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反正電價那麼便宜 好 那所以這是我們談到說 政府跟企業的一個關係 這樣子一個低電價 那還有跟美國的這些企業的一個關係 成為我們政治外銷的一個延伸 但是資本家 除了這些國外的資本家 國外的企業 其實還有非常重要的 我們政府也開放民營電廠的設立 最近十幾年 我們看到這些民營電廠的設立 而且這些民營電廠呢 他可以賣電給台電 那他不能直接供應給居民 民營電廠他是必須把電再賣給台電 這裡面就出現問題了 怎麼賣 用什麼價格賣 賣多少 對不對 台電就跟他們訂了契約 那價格是什麼 比台電自己生產的電 對 還要高 同學講了 還要高 那你會問為什麼 對不對 你自己生產的電 自己發的電的成本還比較低 但是你為什麼要跟民營電廠買呢 而且還訂了契約 民營電廠不能給居民 你就是只能給我台電 但是我用比較高的價格 而且這裡面差不多有20%全台灣的電 是來自於民營電廠 那幾乎是我們倍容量的 好 都是來自於民營電廠 那政府台電又用這麼高的價格 來收購 這是為什麼呢 同學們知道 這裡面就有一些故事囉 好 你知道民營電廠是什麼 他的很多的負責人 會是從台電退休的官員 或者台電 好 那不做了 然後再轉任到民間的電廠 這裡面就很有關係了 好 而且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由台電轉投資的民營電廠的獲利非常高 那所以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好 環保團體 公民社群 像在台灣的環保團體 還有我們的環保團體 也跟國際的環保團體 譬如說Greenpeace 綠色和平組織 那都有關聯 然後我們的公民社群 你看看 譬如說我們的反核運動 尤其日本遇到311事件之後 那台灣的反核運動 那你就可以看到 那這裡面公民社群怎麼樣來參與 也希望能夠來監督我們的核事 那還有當然台電我剛剛講的 作為國營事業 那他具有的壟斷利益 那台電幾乎是台灣唯一合法來發電的 而這些民營電廠的發的電 也必須要賣給台電 才能再配送給居民 賣給居民 那還有你說像我們的工廠 照理講工廠他們的廢氣等等 廢熱這些 那它是可以用來發電的 那還有像氣電共生 那但是氣電共生在國內常常不備 那重視很多企業也不願意做 那因為他還在華常辦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電力這麼便宜 為什麼不用 那所以這是同學可以看到 整個核事跟國內外政經社的 錯綜複雜的關係 好 我們先看一下 台電發電的能源的使用的比例 我剛剛有談到氣電共生 對不對 那我們工廠的氣電共生做的並不多 那當然我們有氣電共生的發電廠 那這是台電轉投資的 那還有燃煤 這是台灣最大宗 但是也造成台灣的空氣污染 那還有燃氣 這支氣是液化天然氣 那我們現在規定我們新的民營電廠 不能用燃煤 一定要燃液化天然氣才可以減少汙染 二氧化碳的排放 還有核能 同學們知道 我們的核能才佔16.9% 那一般我們以為會滿高的 可是16.9% 這是大家在正義的我們的核事 核一核二是不是要推移 然後我們的核事是不是要新建的問題 就在這裡我們的核能 好 那所以來看看講義 我們給同學們看一下 好 那我們各部門排放的二氧化碳 最主要是在哪裡呢? 工業部門 對不對 台灣的製造業 還是排放的48.3%的二氧化碳 然後接著是我們的運輸業 運輸業我們的像貨車 卡車這些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些公車都一樣 那還有台灣是世界有名的 什麼 這些摩托車 再來我們的服務業一樣有13.6% 還有我們的住宅 我們的人民 台灣還是人口非常密集的 那而且我們的這個部分 二氧化碳的排放12.9% 那問問同學看看說 那世界各國哪個國家 是對二氧化碳的排放最有貢獻的國家呢? 誰是最有貢獻? 第一名 中國 對不對? 中國大陸 然後這是2009的資料是23.56% 第二名呢? 十七點九 美國 那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大陸 這十幾年成為世界工廠 它排放了非常多的二氧化碳 那美國也排放這麼多二氧化碳 但是美國說我拒權什麼? 京都一定說因為我怕簽了 二氧化碳排放要減量 會影響我的企業 那再來看GDP 那對 台灣看看 第23名 這麼小的國家 全球23名還排得滿前面的 那GDP 你看中國大陸 那GDP占19% 美國18% 但是你看看中國大陸 二氧化碳排放在23點幾% 但是GDP18%表示是什麼? 它是過度排放了 那你知道全球十大污染的城市 有九個在哪裡? 在中國大陸 還剩下一個在哪裡? 對 米蘭沒錯 米蘭從早期發展 譬如說它的磁氛工業 那還有它的房子工業等等的 但是現在你知道義大利 它做了非常多的產業結構的轉型 怎麼樣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來轉變它的製程等等的 然後人均的排放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前面這幾個國家 都是什麼? 中東的國家 中東產油國 那台灣呢 還滿前面的 17名 我們的人均排放還滿高的 跟我們的機車有關係嗎? 還有我們的 其實我們的工業部門 就是排放了這麼多的二氧化碳 好 那所以呢 這是資料給同學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是我們看說 那全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問題 好 那再來看看說我們這個資料 剛剛有跟同學們講了 我們的火力發電 燃煤是火力發電 燃氣也是火力發電 但是是燃液化天然氣 那水力發電現在越來越少 那我們的地熱、太陽能、還有風力發電 真的是雖然有成長 但是還是這麼低 好 那核能從早期到現在 佔的比例比較少 那佔17%左右 然後7天共生 雖然現在有比較多一點 當然談到核電 同學們一定關心核能、安全 對不對 好 那核原料國的安全 台灣排名72 這可能是後段班的囉 好 那這是2012年的資料 有144個國家 台灣真的在中間 好 那第一名的可能最安全的國家是什麼? 芬蘭第一名 然後呢 丹麥、西班牙、埃沙尼亞 連羅馬尼亞都排名這麼前面 羅馬尼亞是在整個歐洲的 算是塑的蠻低的國家了 但是他做得比台灣還好 好 那所以 還有如果擁有核原料、核武的國家 然後澳洲是最安全的 那其實匈牙利、捷克、瑞士 然後北韓 不過他一直在核爆 對不對 好 那中國大陸 我們看到是52分 那台灣剛剛幾分? 48分 對不對 好 比中國大陸還糟糕嗎? 那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你知道嗎? 台灣當年像核一、核二常常跳電 然後每次一跳電 然後我們的原子能委員會 就必須去視察 然後每次去視察到核電廠去視察 你知道第一件事要看的東西是什麼? 請他們把輻射日誌拿出來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的核電廠都拿不出輻射日誌 我們根本不在乎那些 可是輻射日誌是很重要的 你可能每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要監控你的核電廠的 輻射的狀況 好 然後尤其在跳電的時候 是不是有輻射外協 可是沒有 所以這是台灣 那這樣子核電的安全 並不是那麼受到重視 可是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好 那當然我們談到核電廠 常常是跟氣候暖化 全球氣候暖化 這樣子的議題是被結合在一起的 因為核電廠 尤其在全球氣候暖化的時候 會被認為說什麼? 他是低碳不排放 二氧化碳對不對 然後他可以大量發電 所以可以造成這個電可以有充足 而且是低價的電 而且有人會認為他是比較乾淨的 因為他不像像火力發電等等 他還有就二氧化碳的排放 但是他還有一樣東西是什麼? 核廢 核廢料 好 核廢料 要放在哪裡呢? 要放在哪裡? 台灣放在藍域 對不對?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那我們還一度去跟 有一個國家簽了約了 說我們的核廢要運到你們那裡去 北韓 同學知道 沒錯 北韓 可是後來我們沒有運去 結果你知道嗎? 北韓最近來跟我們求償 因為你簽了契約 你毀約 來求償 賠償 還有這種事 好 那這是核廢 然後核廢你知道嗎? 同學們猜猜看 核廢要放多久 才會是對人體安全的 兩千年 好 我們慢慢等吧 放兩千年 像在藍域那些核廢 而且其實藍域核廢後來還被發現怎麼樣? 你知道核廢要怎麼樣儲存? 他一定要固化 用水泥封起來的 可是藍域的核廢被發現是什麼? 不是這樣 而且還暴露在空氣中 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藍域人的抗爭 好 那我們先來猜猜看 那全球氣候暖化 那氣候暖化你說我們看到很多的缺點 但是有唯一的優點 來 先問問同學 氣候暖化其實有一件事 就是我剛剛這邊同學看到 這是北極對不對? 北極航島 好 那你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冰棚是倒塌 然後在前幾年氣候暖化非常的嚴重的時候 北極航道幾乎是要通的 很多國家很高興 那你知道北極航道最主要牽涉到哪五個國家呢? 在美洲是最北邊的 加拿大 對不對 然後那旁邊還有一個地方 是屬於美國的 阿拉斯加對不對 冰天雪地 然後歐洲最北邊的國家呢? 是最北邊 在北歐國家 就那五個嘛 差一個就對了 那麼 最北一點 對 大家都知道太棒了 挪威 對不對 然後挪威旁邊還有這麼一塊地 這是什麼? 格陵南是丹麥的 對不對 好 那還有在亞洲呢? 最北邊? 俄羅斯 好 沒錯 這五個國家 然後他們在爭什麼? 爭航道 還有呢 其實這裡還有油田 哇 這個利益太大了 好 那你知道俄羅斯 他好多年前就開始怎麼樣 到海底去插國旗 說這裡是我的 好 那他很在乎這個北極航道 如果他開通了 如果氣候更加的暖化了 北極航道通了之後 你知道巴拿馬運河就不用了 然後整個歐美可以直接透過北極航道 到亞洲 進多了 這可能是唯一的好處而已 但是最主要的 我們還是要回到來談氣候暖化 其實他帶來非常多的問題 那最主要是溫室氣體的排放 二氧化碳 那聯合國的世界氣象組織 他在2014年宣布說 2013年的溫室氣體的排放創歷史新高 那他會使得氣候變得更加的極端 是什麼呢? 也就是氣候暖化 其實他不只是暖化 不是變熱而已 而是什麼? 他是極端氣候 那極端氣候是什麼? 極冷 極熱 極冷的時候超低溫 暴風 風雪 譬如連這些亞熱帶地區都常常嚇冰跑 台灣也一樣 那熱的時候熱浪 這熱浪可不是人能忍受的 像常常在印度 我們之前三十幾度、三十八度 你就已經無法忍受了 那可是在印度四十幾度 有一次前幾年吧 在法國四十幾度 然後熱死了非常多的老人 好 那你知道在歐洲 他們不知道冷氣機是什麼? 他們不需要冷氣的 他們的夏天只有一個月 八月 好 那天氣就這麼涼涼的 好 那所以現在在歐洲 你知道嗎?最夯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裝冷氣 好 那所以這是熱浪 還有高溫 還有造成的乾旱 乾旱就滿嚴重的 他會造成像這種農作的收成 減少拉飢荒 還有農產價格提高 好 那但是2005到2000年的 這個京都議定書 好 那京都議定書是要求世界各國 你如果簽了的話 你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是必須 因為當時是2005生效的 所以他要求說2012年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必須回到1990的水準 再減少5% 2012年要回到1990的水準 再減少5% 好 但是當時呢 美國 中國 印度 韓國都拒簽的 澳洲當時也拒簽 後來他簽了 那美國 我剛剛提過他拒簽 他說我二氧化碳排放這麼多 然後要我再減少 很難 他怕影響他的企業 那他就要讓他的企業來繼續排放 那所以美國他提出什麼 美國人很聰明 他說我自己國家不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但是我可以做什麼 全球碳排重量控制 這意思是什麼 我可以去跟別的國家買碳排權 如果這個國家沒有排放很多 那他可以或者他減量了 那這個減量的部分 我可以去跟他用錢買的 但是這個錢就是用來發展當地的經濟 哇 美國人的這句話 講得滿合理的吧 他就說我個別國家不做碳排的減量 但是歐盟就說不行 這個碳排的減量是什麼 每個國家的責任 那但是其實歐盟的一些國家 像德國 英國 你知道他國內高污染的產業 一樣外移到哪裡去 只要移出這個國家 就不是屬於這個國家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遺到像印度 好 那所以這是全球的碳排的問題 好 那而且2009年 聯合國氣候變遷峰會 這是很重要的峰會 然後當時在丹麥的哥本哈根舉行 但是討論的重點確實在什麼 全球的碳排交易你知道嗎 世界各國都成立了什麼 碳排公司 碳排交易的公司 連台灣都成立了 然後每個國家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全球碳排交易 我就是可以去買碳排放權 然後繼續來排放二氧化碳 那你知道這是正本之道嗎 絕對不是 好 那最近經過了四年的談判 在去年12月通過了在巴黎的氣候峰會 通過了協定草案 就是巴黎氣候協定 那他預定2020生效 那要生效的條件是說 至少要55國來批准實施 全球有100多個國家 而且全球的碳排放量 他們簽約的國家要達到55% 然後預定2020生效 然後替代京都疫情輸 所以這是當時去年 通過這樣子的一個決議 然後這裡點亮了1.5度是什麼 希望這個全球的增溫不超過 本世紀 本世紀不超過44 1.5度 你說1.5度這麼少 1.5度是非常多的 全球如果本世紀正位1.5度的話 你知道非常多的海平面 非常多的陸地是什麼 不見的 因為海平面上升 然後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很多地方是不見的 那台灣呢 台灣再過幾百年 大概可能只剩下玉傘吧 大家住在玉傘 好 那這是decarbonize 好 減少碳排 好 這是大會最主要的目標 要世界各國來做同樣的事 就是減少碳排 好 那希望控制在1.5度內 然後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均溫的兩度 但是中國、印度還有沙烏地、阿拉伯 這些都是污染大國 他們都是燃燒化石燃料、石油 那他強調說 這不是我們開發中國家的責任 因為已開發國家佔碳排上了 他們已經排放了200年 我們的工業化 只不過說最近這幾十年的事情 所以他認為說 以開發國家必須負擔比較大的責任 那像中國呢 你可以知道 他只有這二十幾年來的工業化 那但是已經剷升成為全球第一名 好 這是 那但是美國跟中國已經在最近 已經批准了實施巴黎氣候協定 因為歐巴馬要下台了 這是他的政績吧 那根據事業資源研究所的最新的統計 美國跟中國大陸的碳排 這兩個國家就佔了全球的38% 好 中國大陸的污染是非常的嚴重的 如果不用核能 有什麼呢 替代能源 替代能源或再生能源 那看看我這邊已經列出來了 好 像地熱 那地熱我們楊明山也有 但很少 對不對 好 那在澳洲蠻多的 那澳洲紐西蘭都運用地熱發電 還有灶氣 你知道灶氣哪裡來 尤其台糖最先的灶氣 因為他養什麼 對 豬 養豬就會有灶氣 但是呢 其他養豬戶不能發電 只有台糖才能運用灶氣發電 因為他是國營事業 然後這邊我也列了山豬窟 山豬窟 同學知道在哪兒? 山豬窟 在南港 好 它是什麼 垃圾 中原院 對 中原院附近 在南港 那同學還知道 在中原院附近 然後它是垃圾掩埋場 然後我們的垃圾掩埋場 還大到可以產生什麼 澡氣 然後這個澡氣 它有什麼特點? 它可能今天在這個地方出現澡氣 也許過兩個禮拜 又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邊的減少了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澡氣又出來了 我們剛剛談到澡氣對不對 還有乙醇 那乙醇你知道像在巴西 你知道巴西它大量種植甘蔗 那甘蔗渣來發展乙醇 你知道嗎? 巴西它這幾年已經可以做得到說 我完全不進口石油 當然巴西自己有採石油 對不對 但是我完全不進口 而且我每一個加油站都可以加乙醇 這很不容易 每一個加油站都可以 好 那這是乙醇 那還有太陽呢? 太陽呢?你說怎麼樣? 應該可以被大量使用嗎? 但是太陽能板的製造 是會污染滿嚴重的 然後還有它儲存的問題 但是你知道我們之前有個加拿大的學者來 他就跟我們講 他說我們那一棟大樓全部都是靠自己 講這樣子的點 然後他們自己有太陽能板 好 那但是你知道加拿大跟台灣的維度 這是很北邊的 對不對 那台灣這麼熱 夏天的時候你還嫌太陽太大 可是我們太陽能的使用很少 那你知道在德國 他們的農舍在鄉村 每一個屋頂都是太陽能板 所以這是台灣很可以發展的 好 那你說風力發電 我們的風力發電機長得像什麼樣子呢? 像這樣子 不太像 有點像椰子樹 來 風力發電機 對不對 同學看到嗎? 在海邊 對不對 然後譬如在新竹那邊竹南 是吧 那海邊 然後還有在台北 像你要到巴黎那個路上 你要到桃園機場 那經過巴黎 那你也可以看到這樣子 然後這個風力發電機 好 問同學風力發電機哪裡來? 你說核電是這邊哪裡來 對不對?一樣發電機哪裡來? 對 德國沒錯 所以之前我們有一個風力發電機 燒焦了 因為其實它非常大 而且非常重 好 那它燒焦了 怎麼辦? 趕快把德國的工程師找來 台灣自己沒辦法 好 那所以我這邊列了風力發電 全球第一名 德國 第二名呢? 我這邊寫了 這是唐吉柯德的故鄉 好 西班牙 然後還有丹麥 你知道丹麥的風力發電 這樣子一支一支一支都在哪裡? 在丹麥的哪裡? 我們的風力發電都是在陸地 對不對? 會不會才靠海 海邊這樣子而已 丹麥的風力發電機一大片 全部都在外海 外海 台灣現在也開始想把這些 在外海來設風力發電 不過當然成本還有各種技術方面 都要高很多 那台灣 但是你我剛剛提到 譬如巴黎的風力發電機 你說經過那裡 你一看 哇 風力發電機 但是怎麼樣? 沒有在抖 沒有在被運轉 那是為什麼? 快了 還有呢? 成本太高 還有呢? 太什麼 太吵 對 風力發電機它會有一個問題 它真的是非常吵 所以你知道我們幾個設立 風力發電的地方 那據明明的反應就是非常吵 而且還有一樣是我很在意 因為它會怎麼樣? 改變鳥類飛行的路線 鳥如果不小心從 因為它非常大 我畫起來這麼小 它非常大 鳥如果你進它的漩渦裡面 絕對是被捲進去 所以它會改變鳥類飛行的路線 而且不小心還進去了 好 那剛剛同學說很吵 那還有一個原因 跟電力有關 你看 臺電怎麼樣 不需要那麼多電啊 我們的電足夠了 所以你可以看很多風力發電機是怎麼樣 矗力在那裡 但是沒有在運轉 所以這是臺灣 那有時候我們會說 台電錢太多了 好 這是風力發電 那所以當然提到核有一個新的發展 那同學們知道嗎? 它不再是用以右來發電 那它是叫做核融合 這是最新的 在南法 那這是當時本來日本也爭取 要設立這樣子的一個實驗室 那核融合的反應爐 它需要的是什麼? 氫跟梨 而且它可以發非常多的電 但是還在實驗、研發 好 那還有從十多年前 因為氣候暖化非常的快速 我說那些北極冰棚 然後坍塌 而且像前幾年你可以看到 北極航線幾乎要通了 所以反核組織向綠色和平 當時有一度就弱化 它反而同意這樣子的核電 認為是可以檢決二氧化碳排放的 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在2011、3月11、311的 日本福島核災之後 那反核運動又在風起雲湧 而且日本 它當時也關閉了九州的核電廠 不過福島核一廠 它有處理過的這些輻射的廢水 竟然公開排放外海 不但日本農民的抗議 而且你知道這些水裡面的 這些輻射物質 還飄到哪裡去? 太平洋的對岸去了 哇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會考慮海裡的魚可以吃嗎? 你愛吃的鮭魚 好 那所以德國呢 它政府在2025年 它宣佈說2025會中止核電 它再生能源比例可以達到40、50 所以它是歐盟最嚴格的國家 滿注重這種所謂的替代能源的 所以當然我們要問 那台灣可以做什麼? 台灣要走什麼樣子的路呢? 我們看看別的國家 譬如丹麥 它有綠色城市智庫 Green City Think Tank 它有免費提供說 你如果要改變製程 減少污染的 或者改變這些相關的原料 那我都可以來免費提供你 然後可以發展很多這種節能 減碳的這些產業 那而在荷蘭我們可以看到 它包括這種新的建築物申請 像在台灣建築物申請 很簡單 就是這樣子 可是在荷蘭沒那麼簡單 你一定要提出你怎麼樣節能減碳 你新的建築物的申請 譬如像隔熱 像台灣這麼熱 對不對 可是我們哪一面強說是隔熱的呢? 沒有 那還有在荷蘭新的電器 必須要提出你的節能設計 才能通過的 但是台灣我們剛剛講的 提供很多低電 這些低電家給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 但是他們不會從事於省電或改變製程 減少排費、廢牌等等的 這些產業的轉型 而且我們可以重新來實施日光節約時間 我們以前實施過的 可是後來這十幾年 都不實施了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反映我去看歷史資料的時候 我還要來看當時有沒有 看幾點、幾分發生的事情 還要來對說當時有沒有日光節約時間 所以為這個原因把它廢掉 那你說 對嘛 日光節約 夏季日光節約的時間是什麼? 提早一個小時 你早一個小時起床 天已經亮了 你也不用開燈 然後早一個小時去睡覺 可以節省很多能源的 世界很多國家都實施的 可是台灣現在沒有 好 在夏季的幾個月可以來實施這樣子 還有像在挪威他會推廣電動車 是小車子 那可能只有兩個座位的 很可愛 他們在農外面會有一個電動車的嘉年華 這些這麼可愛的 而且常常是綠色的車子 他們外面都騎綠色 然後大家全部開出來遊行 然後為什麼他們願意開這樣的電動車呢? 政府給非常多的政策誘因 你在公共停車場可以免費停車 對 還有免費充電 免費充電 還有燃料稅都不用 那這是也值得台灣參考的 所以最後談到核四的問題 那有同學會說 可以啊 只要不要在我家的後院 所以有一個字 一定要讓同學認識的 Linby Not in my backyard 這翻譯還滿好的 林by效應 不要在我家 什麼時候都可以 但是台灣 你知道 我們只有一個台灣 如果核電哪一個場出問題 所有台灣人跳到海裡 都還解決不了問題 一樣受到輻射 因為就這麼小 你知道當時蘇聯的車諾比出事的時候 他這個輻射是怎麼樣 尤其當時風吹 吹到整個歐洲 那些受難者一直到現在 你知道嗎 很多的癌症 很多的各種的問題 都還存在的 這是人類的災難 好 好 那最後我想同學一定有話要說 那我們可以來做一個小型的公投嗎 好嗎 請把你心裡的話 圓圓粉粉的來表達出來 好 你是贊成不贊成 有條件贊成 然後為什麼 告訴我為什麼 是不是只要不要在我家後院就好呢 好 那同學很簡單的寫一下 我們只是小紙調學同學 好 那OK 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你的看法 要提出來跟我們討論的呢 有原來蓋的 但是因為延宕了好多年 很多都還生鏽了 現在都還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他不但在海邊 而且還在斷層上 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是日本的311的福島核災 就是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就是一個是地震 然後又在海邊海嘯 然後整個那個核電廠進水 然後造成的問題 你知道那個福島核災的事情 現在在核電廠的方圓 大概20公里以內都還是什麼 原來住在那邊的人 都還沒辦法回去的 那還滿慘的 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復原都不知道 這是很好的問題 為什麼 我們有這麼多的各種的 剛剛講的替代的 那風力發電也還閒置在那裡 為什麼不好好發電 但是我們還一定要核電呢 或者是說我們 常常台電還是跟你無預警的停電 還下你幾下 然後為什麼我們核電還一定要 對 台灣是可以很積極的來做一些法電 其實還有一樣 其實我小時候我們家的屋頂上 就有什麼太陽能板 就架一個太陽能板 很簡單 不大 斜斜的這樣子 然後你就有一個圓形的水塔 那家裡的電是用電熱器電的 當這個 那時候家裡住在台中 那當如果不出太陽 這水塔的水不熱的時候 你就把電熱器打開 但是如果整天有太陽 你就不需要了 你包括洗澡、洗碗什麼 全部都有熱水了 這可以減少很多的電 對不對 而且當時經濟部是補貼來獎勵 你家庭來設置這個太陽能板的 放在頂樓 可是現在有這樣子的措施嗎? 好像沒有 好 那也沒有被好好的來推廣 那所以很多節能減碳的事情 或者像這樣子 我們可以用太陽能板的事情 可是台灣並沒有好好做 所以還是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為什麼還是一定要核四 一定要核電呢? 你知道 因為我們已經訂立契約 當我們祖國不見的時候 要怎麼辦? 是我們毀約 你要賠償 對不對 法律就是這樣子 你簽了契約 你要賠償 你知道嗎? 那個賠償金是什麼? 天文數字 他比我們把核四見完的數目還要高 因為通常賠償金是你完成那個事情 所需要的兩倍、三倍的作為賠償金 對 所以這是台灣的問題 你見也不是 不見也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然後這成為我們正式外交的人生了 對 維持中美、台媒關係的 對 維持中美、台媒關係的